林舒豪的魅力穿透各個世代 連高齡90歲的李登輝前總統 也趕上這個最硬的話題 對林舒豪讚譽有加 他還呼籲馬英九總統 在面對美國牛肉的瘦肉筋問題時 要學學林舒豪不輕易妥協的精神 以堅定的態度跟美方談判 林前總統下午跟青年世代對談 被問到以精湛球技席捲全球的 台灣小子林舒豪 林前總統也是讚譽有加 我們打哪球 給人跟大 五人幾大堂 都自己 清楚自己的分數 他兩年內 節零半 旁邊不讓他去跟別人比賽 王頭都去研究 要怎麼 自己要怎麼打 不當這樣 要怎麼幫助自己的隊友 幫助讓他去打 林舒豪的堅持 李前總統認為不只值得年輕人 學習 甚至針對目前極具爭議的瘦肉筋美牛進口問題 林前總統也公開呼籲馬總統 手術後難得露面的李前總統不只關心時事 對最近爆紅穿起的NBA新秀林舒豪 也趕上進度沒放過 而且肯定是這場青年世代對談中最夯的話題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 李前總統不只關心時事件 記者 李前總統不只關心時事件